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美国大选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最新点票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暂时以248张选举人票领先 共和党的特朗普有214票 拜登的得票暂时领跑 他在维斯康星州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特朗普 取得10张选举人票 距离入主白宫只差22票 如果拜登顺利拿下内华达州和密歇根州便成功取下270票当选 不过特朗普阵营已要求重点维斯康星州选票 同时入兵法院要求暂停点算密歇根州的选票 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有效监察点票的过程 选情落后的特朗普暂时在宾夕法尼亚州 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领先 参议院方面连同没有改选的一席 共和党暂时所得一席为48席 较民主党多一席 众议院方面民主党的一席稍微领先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号凌晨发表演说 指多个州份选情理想表示自己已经胜出 准备好要庆祝 而民主党的挑战者拜登在威尔明顿市发表讲话 称对选举感到乐观 拜登由太太陪同一起见支持者 表示满意目前的结果 正在胜选的轨道上 呼吁大家要保持耐心 特朗普还称将要求最高法院叫停 不希望之后有任何选票被计算在内 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凌晨发表讲话 称选举有舞弊行为 要求最高法院介入 拜登的竞选经理随即跑轰特朗普的讲话 称对方的言论是错误的 让人无法容忍 形容是赤裸裸地剥夺美国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为 强调点票工作不会停止 本届选举由于新冠疫情以邮递投票方式的人数破记录 其中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及维斯康星州就表明 不会在选举日前点算邮寄投票 而最高法院在上个星期也已经允许宾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延长点算邮寄选票的实现 美国各州的选举法都要求点算所有选票 有选举法专家表示 即使工作人员在大选当晚也未能完成点票 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依据可以要求合法选票不被计算在内 另外有选举法教授就表示 最高法院只会在发现有效性成疑 能够影响结果的选票出现才会介入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办法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舞弊指控 大选违规情况由各州负责调查 如果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认为点票方式存在问题 就需要先在涉事州份处理或入禀联邦法院 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才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巴雷特 是由特朗普任命 目前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席位中保守派占6席 外界预计大选如果出现争议 需要由最高法院裁决的话 将对特朗普有利 本次美国大选将改选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一席 根据美联社的统计 共和党目前占48席 民主党占47席 而众议院改选则由民主党暂时领先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有信心保住众议院控制权 参议院100席当中改选35席 战况十分紧凑 力争参议院控制权的民主党在克罗拉多州派出西肯卢破 成功从共和党手中拿下一个参议院议席 在亚利桑纳州 民主党人凯利也击败现任共和党议员麦克萨利 而在选情激烈的南卡罗莱纳州 共和党重量级人马格雷厄姆守住议席 击败民主党挑战者 在爱荷华州 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恩斯特也成功保住议席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第七度 当选肯塔基州参议员 他发表胜选演讲室指出 美国面临巨大的挑战 但不能漠视政治良机化 下一任总统必须要团结美国 由于共和党现在以53席控制参议院 民主党若要取得参议院控制权 除了要保留所有的一席之外 还要再从对手那里夺得四席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国会选举结果陆续出炉 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 目前丢失了至少七个席位 同时寻求翻盘的参议院 民主党人选情也越发困难 用媒体预计共和党仍有大几率 继续保住多数席位 大选日当晚开票至今 参议院席位选举并未出现重大权力转移 民主党需要竞争四个席位 才能成为多数党 不过初步点票结果显示 民主党在赢下科罗拉多州 亚利桑那州的同时 也输掉了亚拉巴马州 目前仅竞争一个席位 几个月来 民主党将竞选资源集中投放在 爱荷华州 德克萨斯州 南卡罗莱纳州 缅因州 每场选战都花费数千万美元 但均未成功 点票结果与选前多份民调自输不符 民主党人希望扭转局势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预测 总统竞选及部分参议院选战 将面临法律挑战 与此同时 众议院民主党人的选情出现了反转 民主党候选人开票前被示威 能保住主导地位 甚至夺下更多席位 到如今却已经输掉至少7个席位 两党差距渐渐缩小 美国白宫周边街区4号凌晨发生冲突 4人遭刺伤 伤者自称特朗普支持者 目前已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并无生命危险 此外 白宫附近有大批民众示威 并与警员对峙 至少3人被逮捕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于3号晚将选举活动总部 遗失到一个没有公开的地点 理由是担心美国大选 结果出炉后 可能会导致华盛顿特区各地 发生暴力抗议或骚乱 而特朗普的竞选作战时 也将要主要政治活动 从佛吉尼亚州的阿灵顿 搬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官办公室大楼 大批民众及示威者 勇往白宫附近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广场 等待大选结果出炉 当中很多是反特朗普的示威者 他们高举大型标语 要求把特朗普赶下台 又批评他谎话连篇 当地也传出零星冲突 多人发生扭打 另外 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也不平静 示威民众高喊反特朗普的口号 绕行市区并焚烧国旗 加州也在抗议活动 期间警方以非法集会为由 逮捕示威者 USPS于周三表示 他在周二晚些时候 完成了法院命令的选票检查工作 但是检查工作是在下午三点的 截止时间几小时后完成的 周二 美国华盛顿特区法官沙利文 给USPS规定了最后期限 要求USPS监察部门 周二在包括六个摇摆州的多地 彻底检查邮政设施 以确保任何邮寄选票 被立即寄出 但USPS未能按时完成这一命令 USPS于周二即表示 他们无法完成法官下达的最后通牒 基于该法院命令设定的时间限制 以及邮政检查专员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事实 被告无法在不延迟选举日当天的活动下 将从下午12点30分至下午3点的每日审核过程加速 USPS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 周二是可以加改邮戳 已在2020年选举中计票的最后一天 许多州将拒绝选举日当晚未收到的选票 即使是在选举日之后接受选票的州 也有严格的拒收选票截止日期 而法院文件显示 选举日当天 USPS未能按时向多个州交付大量的邮寄选票 尽管总统大选结果还没有明朗 但周三华尔街股市开盘节节攀升 道指涨幅一度扩大至800点 标普500指数涨超3.4% 纳斯达克指数则飙升超4% 科技巨头领涨大盘 华尔街对当前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 基本形式做出了判断 那就是一个制衡的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 当前的局势看似降低了民主党 推进更为激进的议程的可能性 包括加税 医改 以及如何规范科技公司等 但是现在在似乎出现 更多政治力量制衡的可能性 这提振了市场情绪 如果拜登当选共和党把持参院 那么出台一份大规模 经济刺激方案的难度提升 短期仍将给疫情下的经济带来阵痛 一些分析师和投资者认为 共和党如果继续把持参议院 对科技股是一个积极的提振 因为民主党试图提高 资本利得税将不利于高成长公司 交易员们还在关注大选结果 是否会退时宣布 如果选举结果出现争议 将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周三统计的超过1100万张选票中 加州选民以44%支持 56%反对 拒绝了旨在恢复平权法案的 第16号提案 这对民主党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自1996年以来 加州禁止公共实体在录取或雇佣时 考虑种族性别或其他个人身份因素 那一年选民通过了第209号提案 16号提案未能通过 表明加州选民们还没有准备好 废除这项存在25年之久的禁令 有16号提案支持者认为 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录取时 在种族方面的不平衡 以及少数族裔和女性在政府招聘 和合约方面受到的不公待遇 都要归咎于废除了平权法案的 209号提案 州议员将16号提案列入选票中 尽管民调显示 大多数加州人认为 种族和性别平等 是本次选举中最紧迫的问题 但第16号提案最终 并没有在选民中取得重大的进展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